嗨 大家好 我是花痴小妹 盛安老师今天给我准备的什么呀 会下象棋吗 当然会啦 象棋是 哟 说象棋就来象棋了 还真的是一副中国象棋 赶紧打开 好漂亮呀 本期我们吃的是象棋造型的棒棒糖 哇 我真是太高兴 太有口福了 先来个菊 嘿嘿 菊是最厉害的 它可以横从紫闯 没人能拦得住它 哇 仔细给大家瞧瞧 这有两大牌呢 好像这是一副完整的象棋呢 嘿嘿 要不要我们来下一盘 象老师有底气没 我不会 你不会 那我白搭呀 那我还是先吃了它们吧 对 吃它最靠谱啦 噔噔 金银皮头的好漂亮 而且还是双层嫩 一面是透明的 一面是白白的 嗯 这味道还很特别呢 吃到了一股酸奶味 嗯 还有一点点像双姜的味道 不过又不太像 有点吃不出来 嗯 这酸奶味还特别浓呢 嗯 哇 我先把菊给吃掉了 那接下来 我要吃谁呢 这有炮 兵 足 马相 接下来我觉得我应该 擒贼先擒王 我先要干掉将军才行啊 要不然我怎么可以取胜呢 噔噔 将军在这儿 啊 将军出来了 哼 一个菊一个将军 你觉得他们谁会赢呢 肯定是菊吧 因为菊你看 他可以越过土和汉界 来到将军的阵营 哼 将军 我还说了你 但是将军他有人保护他哟 好有很多士兵会保护他呢 哎 看看他们的颜色 他们好像是一家的 哎 我错了错了错了 打错了 嘿嘿嘿嘿嘿 我应该打他才是啊 你看 这个一个是绿色 一个是橙色的 肯定是向对方 对吧 嗯 一看就怎么不会下象棋的 我哪儿不会下了 我我可没有讲错 你看 炮是隔一个子 打一个 马是飞日 像飞铁 这些柜子我全都记得住呢 嘿嘿 只是你不会下 你不知道而已 嗯 我想了肯定有好多小朋友 会下中国象棋 嘿 只是没有机会和他们切错 老板会下去找老板下象棋去 嗯 我跟你加油助威 这个想法好 而且我要把堵住 下重一点 叮叮叮 还别说 下象棋啊 可是很锻炼脑子的 像我们今天的这副 象棋棒棒糖呀 非常适合送给 象棋的爱好者 不管是大朋友 还是小朋友 作为礼物相送的话 实在是没得话说呀 本期的象棋棒棒糖 你们记住了吗 记住的话 别忘了关注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